欢迎回来即场教务之有问必答环节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是2804-6566 又或者是传电邮帮我们 所以我身边的嘉宾 仍然都是药材证券研究部的副经理 陈伟聪Jason Jason 你好 你好 Jason 刚才都说到 今星期恒指的表现 你都和大家分析了 而看回季节的因素 恒指的第一季 就看到恒指表现做得不错 表现来说是升幅有一成一 另外大家都观望着 未来第二季恒指的表现 大家都说到 因为有很多因素都未明朗 这一季投资者应该是移手不移工 说到其实要看几个因素 要看回内地方面的情况 内地方面是否真正放水 又或者见到宏观经济数据 是否有个好转的迹象 其实第二季展望来说 你是怎样看恒指的表现 如果你说看回第一季做得比较好 都算是令很多人跌眼颈的 因为当时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都是很多人担心 就是说去到今年的三月之后 很多欧洲国家都要面临一个 还债的高峰期 怕他们筹钱方面是否筹得到 全球欧洲央行都是不断放水出来 都令到银行都有一个充裕的资金 都令到整体意大利亚西班牙的债息方面 都有个明显的回落 所以因为这个因素就令到美股都创了近三四年的新高 都直接带动了港股有个很明显的上升 但是看回这一层上升 其实幅度虽然是比较大 所以这一层上升的数据 PMI数据等等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说内地的经济的速度 仍然都是比较慢 再加上通胀的压力 未完全消除的话 都令到中央放水的部分 都有机会延迟 始终今年年初 一月至二月之所以 升得这么急 都是大家憧憬中央一来是可以放水 二来就是说 有些地方的养老金等等 可以入市托住A股 如果你说这两个之前的憧憬因素 都未能完全落实得到的话 对于内地的股市来说 都有些阴影在这 当你说美股是做好 但是内地A股是跟不足的话 我相信未来的港股 都会只是一个反复横行的格局 如果你说跌的话 我相信跌幅未必会很大 因为始终今年整体内地通胀 都是较上年明显是回落了 还有今年整体的流动资金方面 都是较上年年底的时候 改善了很多 所以如果你说港股 有机会落到两万点以下 或者再低一点 一万九千五的话 我觉得都是一个 挺好的时机去买股份 但当然如果你说 未来的股市 是有机会抽上去 二万一千五万二万二万的话 如果你说持重货的话 那些位都应该要减一减膀为主 好,大家都说到 今季策略来说 应该是移手不移工 讲到最主要选股策略 有三个 第一是本地 第二是防守 第三是高息 其实本港的相关公用股 都有三个因素 其实会否见到 今季的公用股会受到资金追捧 你又觉得今季的选股策略 又适不适当呢 如果你说选公用股来说 当然 如果你说市真是很差的 资金真的要避险的话 那这类股份 当然是会受到支持 但如果你说 看回一个 整个市场的气氛 那你说 是不是差到这个地步 就说 只有公用股才可以升 那我相信 这个情况又未至于 去到这么恶劣的地步 如果你说 内地的A股 能够在大概 2000点这些位置 是算定得到的话 那我相信 你将来就会有更加多的资金 可以追回落后 就买回一些 叫做比较低估值的股票市场 那其中 内地的A股 就是其中之一个 那当你说 那些资金真的要追回这些落后的话 那我相信 对港股的整体表现来说 都不会说太差的 那所以 如果你说这些时候 去买公用股 那除非你说 本身 已经有不少的资金 已经是放在一些高风险的资产上面 那剩下的那些可以拿回来 买公用股 我觉得都是正常 那但如果你说 本身现在手头上 是未有货的 或者都已经是 拿着很多一些 防守性股份的话 那我相信 这些位置 再去增持公用股 那个的直博率 就不是说 太过高 那反而大家 都可以 抠回一些 内地政策相关的股份 包括 一些节能减排 一些可能是 关于新能源等等 那方面的股份 我觉得 值博率反而会更高 好 麻烦了 另外 不如我们继续谈论内地方面的情况 4月1号的时候 内地官方方面公布了PMI数字 看到3月份的数字 回升到53.1 另外 汇丰中国也公布了3月份的製造业PMI指数 下跌到48.3 中止了声势 两只数据有背驰的迹象 其实3月份是传统旺季 你怎么解读这两个数据呢 其实这样的走势都算是挺罕见的 因为 为何你说汇丰那个会跌那么多 但是官方那个反而有得升 那两者最大分别就是 因为一个就是做中小企 另外官方那个就是调查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 那一来就是说 本身的企业对象不同 另外就是说 那个的sample size 就是调查的数目方面都不同 说汇丰的PMI就是调查中 说是1200间的企业 那官方的那间 就是官方那个 就只不过是几十间而已 那所以 如果你说真的计算一个整体的表现来说 那似乎汇丰的PMI 这个参考价值就比较高一点 那今次这个汇丰的PMI 是进一步下跌 都反映着内地的一些中小企的经营环境 仍然都还是比较困难一点的 一来他们面对着那个集资的压力 因为始终如果你说银行要借钱出去的话 现在都可能会是 就是偏向选择一些大型的国企 就多过一些小型的民企 因为始终大家都怕 就究竟银行借出去给一些民企之后 究竟来今是不是能够收回一些钱 这个因素都令到很多中小企 在借钱方面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困难 就算借得到也好 整体的息口方面都是比较高一点的 另外就是说在请人方面 都是面对过很大的问题的 始终大型的国企 都本身有个财力的支持 在请人方面 都可以用一个比较高的工资 或者好一点的待遇 就令到他们在请人方面 就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现在你看到很多中小企 本身订单又没有 那借钱又这么困难的时候 那自不然就要在员工上面 就落手 就希望可以折省一些成本 当如果你说做民企的员工 又没有人工加 又或者可能待遇又差了的话 或者又要去OT的话 那自不然就会有员工流失的问题 那这方面都令到很多 就是国内的一些中小企 或者出口的企业 都遇到一个非常之艰难的情况 就是请人方面是很难去请到 那这两个的因素 都令到国内的中小企 经营的环境都是比较困难一点的 再者就是说国企很多时候 都不只是做一些 叫出口方面的业务 包括你说一些大型的基建 或者大型的一些野链的业务 或者一些新兴产业方面 很多时候都有些国企去负责 那小型的民企做些什么呢 大部分都是依赖一些出口的订单 去维持他们的经营业务 那当然你看到这几个月 整体外围市场的复苏部分 不是说那么好的话 都令到中小企的订单 真的不断有个下跌的情况 都直接令到内地的中小企的生产活动 或者接单方面的指数 都是有个下跌的趋势 另外看官方的分类指数方面 看到扣进价格指数 也都仍然在高位水平徘徊 刚才就说到融资的压力 又或者工资方面的成本上升的压力 扣进价格指数 会不会都是他们另外一个压力的成本 扣进价格指数 你见到这个指数是升 都反映着一些企业在入口方面 一些原材料的价格都不断上涨 只不然如果原材料的成本是升的话 到他们出产的批发价也会有个上升 年代最终最下游的零售价方面 都会有个上升的情况 如果你说一环扣一环的话 到最后的通胀 会不会好像之前预期到 去到今年年中有机会落到3% 根据扣进价格指数的走势来说 我相信机会不是太高 这方面对于内地A股来说 都有个影响 好 谢谢Jason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哪些有持有 好 谢谢 稍后回来 仍然都是问答环节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是2804-6566 稍后回来再见